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 15號南下到雲林跑一整天行程 侯友宜 放下 侯友宜 手舉郭琦高喊動算 迎接他來的不只有選民 還有前雲林縣長張榮衛 下午行程他也到場立挺 挺郭派的張榮衛 日前才透露關鍵時刻 郭董會出來挺侯康佩 幾人出國 幾人出國 但是要出來挺侯友宜 你有沒有看到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當然是一定要很幸福 例如說他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他的檸檬藝角 我相信對郭洪宜有相當大的幫助 再度被問到郭董 何時會出面來挺侯 張榮衛則是沒有正面回應 只說等郭台銘反台 讓郭董自己回答比較準 大選倒數不到一個月 藍營副手趙少康在東台灣努力 侯友宜則是請跑中南部 而TVBS民調最新統計顯示 雲嘉南侯賴盤勢正在拉近中 不過高頻捧藍營則是輸得很慘 根據民調數據 侯康佩雲嘉南上個月26號是22% 12月12號統計28%上升6個百分點 高頻捧則是從29%掉到20%下降了9% 侯康佩銘調緊追賴蕭佩 在進入選前一個月的激戰時刻 藍營團結士氣分頭拼選情 TVBS新聞成為理財 SNG小組雲林昌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 TVBS新聞網APP 有警察 �ag提升 你